在最近這一波警察動作之前 到底是誰在幫台灣民眾把關用油安全呢 很諷刺 因為踢爆郭烈成黑心搜油工廠的是位不識字的老農夫 他是五度向屏東縣環保局檢舉無效 所以乾脆自己錄影搜證長達了兩年 這次還是向台中警方報案才曝了光 戴白手套協助灌油的就是害全台灣陷入搜水油風暴的郭烈成 而揭穿鏈製搜油鐵鎮的是位不識字 但駕槓愛台灣的老農夫 你這個管子是他自己買的 對啊 搜尋我沒辦法 自掏腰包買數位相機甚至花6萬元裝監視器 日夜側露郭烈成的犯行 因為察覺自家稻田被郭烈成排除噁心廢水 污染枯萎後 70歲的老農夫五度向屏東縣環保局檢舉無效 只好心酸的到台中碰碰運氣 在我們分局有接獲檢舉人的檢舉 那我們這同仁到屏東去搜證以後 將相關的資料報請屏東地監署 台中警方到屏東埋伏認受又臟又臭的環境 果然掌握到晚上有油罐車再來廢油加工 白天再把加工搜水油從黑金變黃金 油罐車出來了 油罐車 然後等一下再給你看到白天的 這早上來的 這時候這個 從裡面的油加進來 你看管子嘛 這裡有管子 再加 把燒好的油再加進來 七個大油槽就像一顆老鼠屎壞了台灣食品安全的這一鍋粥 聯合報郵政生 台中報導 據《第一次》 rä거야